第二百五十三集 酣畅淋漓 魏公子目瞪口呆 看着自己手掌心的这一小撮粉末 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哎 怎么碎了 楚洋大惊 你怎么把它捏碎了 原来是你当面抽取了里面的灵气呀 楚洋自作聪明的说道 可惜呀 可惜呀 说着连连摇头 揭叹 挑眉 斜眼 你放屁 魏公子大怒 你知不知道这么大一块紫荆心 就算君籍高手来吸取 而且懂得最快的吸取能量的办法 那也最少需要一天的功夫 而且这能量进入身体经脉后 还需要转换的 你 你以为我是至尊呢 那咋回事啊 在我怀中这么久都没事 一到你的手里就碎了 楚洋瞪着眼睛理直气壮 魏公子 小的你舍不得 但是还不好意思从我手里头抢 干脆就来个千古之谜 这 你这也太小人了吧 我都已经给你了 难道我就这么没停 不是那么回事 魏公子张口结舌 看着面前这位巧舌如簧的家伙 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算了 别说了 来站吧 楚洋心灰意冷 这件事本来就是你出力最大 你要了我不会说什么的 没事 你别往心里去 混账 魏公子几乎吐血 请 楚洋亮出剑来 小事一桩 魏兄 不必介意 我也不会介意的 请啊 请出招 本公子岂会真的用这种下作手段 来蒙取这块紫荆心 魏公子怒法冲冠 姓楚的 你休要门上里看人 把人看扁了 哎我又没说啥呀 楚洋无辜的探了探手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 看到他的表情 魏公子更生气了 我的家里头有的是这个东西 我还用得着巧取豪吐 啊我知道知道 你家里很多 对吧 反正我也看不着 不过我相信你 楚洋轻飘飘的 我都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 你还说 真是的 不就是一块紫荆心吗 我都没放在心上 哎你瞧瞧你 这几齿白脸的 魏公子真的要吐血了 事情发展到现在 根本就不是一块紫荆心的事情 这可关系到名誉的问题了 等你日后到了中三天 我送你两块紫荆心 比这个都大 魏公子大声说道 免得你小子看扁了我 哎那我可不要啊 两块紫荆心呢 吹多 楚洋皱着眉头 你必须得要 我就是不要 你要是不要 我就杀光你的兄弟 魏公子恶狠狠的威胁 这口气几乎憋坏了他 非出不可 那那行吧 在这样的强力威胁之下 楚一座终于松口 貌似很是悲愤 很是无奈 你啥时候找到了 啥时候让我看看就行 这么总行了吧 你必须要 楚公子抱吼一声 本公子平成从未被人看扁过 好吧好吧 楚一座屈服了 来这 魏公子羞羞的喘气 他觉得自己的胸膛都要快爆炸了 从来就没有这么憋屈过 但是魏公子也很奇怪 好好的一块紫荆心 怎么就没有能量呢 而且一拿到自己的手里 他就碎了 心中也不是没有怀疑过 是楚洋动了手脚 但是看了看楚洋 又在心中否定 不是我小看这个家伙 就凭他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布下这样的陷阱手段 起码还得要修炼五百年 楚洋自然不会客气 一个藤月 飞身跃起 抖手就是一招 一点寒光万丈忙 魏公子一阵足 大吼一声 似乎是发泄心中的闷气 然后就凌厉的迎上 砰 半空中似乎烟花绽放了一次 地面一阵的颤抖 楚洋的身子就流星一般的飞了出去 他斜斜的飞上半空 魏公子只用一成功力 亮亮呛呛的喝醉酒一般 连续的倒退出三四十步 楚洋明显感觉到 自己现在用这一招 比之刚才涌出来的威力要大了很多 顿时不由他精神一阵 果然有用 就在空中一声轻笑 常见一圈一卷 一道滚龙一般的光柱 周身闪耀着光芒 璀璨斑斓的明亮色彩 气势雄魂的猛然落下 魏公子闷着一口气 出拳出掌出脚 轰了一声 这次 却是魏公子的身子 被整个轰到了空中 而楚洋却陀螺一般在地上旋转 连续旋转了千百圈 地面上居然出现一个深达数十丈的大坑 魏公子在空中正要往下落 突然间 一道晶亮的光芒在深坑之中一闪 紧接着一道灵力锋锐到极点的剑芒 陡然射出 九节剑 九冲天剑法 第三招 深埋不改 凌睿智 魏公子大吃一惊 此刻身在空中 对方却又气势汹汹的冲上来 万般无奈之下 连续往下轰击了数百场 这样的应付 伤敌还在其次 最重要的作用 却是借助于对方的剑芒反阵 身子找到着力点 往更高的空中跳跃 就在这空旷的长空中 只见一道剑光追着一道人影 腹骨之躯一般紧追不舍 一上一下 竟然同时冲上长空数十丈高 流行赶月莫过如此 两人都是身在长空之中 楚阳眼中光芒一闪 长剑猛的在头上一绕 默然间剑身光芒大放 凭空的这寂静的空中 突然响起了呜的一声响 似乎在这一刻 突然的默然的猛烈的 就起了一阵飓风 紧接着一个辉煌的皇冠 在空中一下子出现 辉煌耀眼 清晰可见 就如是一个远古的主宰 一切生死的帝王 突然降临 长空中突然风起云涌 似乎八方云洞万里风吹 都在向着这里汇聚 天威震震 威严肃目 九节剑 九重天剑法第四招 一句风云 便是黄 就在这时 楚阳的口中 也爆裂的叫了出来 一句风云 便是黄 魏公子突然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 虽然这一招的威力还未完全发出 但是他已经知道自己拖大了 这一招 自己用一成力绝对接不下来 无奈之下 身在长空之中一声长啸 浑身的员工气息突然狂猛的爆发出来 在这一刻他已经将力量提升到了两重 魏公子很无奈 他根本没想到区区一个二品剑尊 在这一套神奇的剑法驱使下 竟然能发挥出十倍于他本身的战力 剑光如雨 但是却又危言 似乎是君王的审判 斩力绝 魏公子感觉到身上同时有三十多个地方传来刺痛的感觉 在这一瞬间竟然被对方刺中了这么多 正在这么想着 咽喉一痛 心脏的部位一阵刺痛 紧接着后心一阵刺痛 光芒闪耀之中 两个眼皮同时感到刺痛 莫咔 魏公子震惊后爬到了极点 戳口惊呼 随即他的攻势也如同排山倒海一般发了出去 剑光与元气不断的在空中交锋爆裂 扎开 楚阳的身子如同断线风筝一般远远的飞了出去 这次可真的就像是腾云驾雾一般了 首武足蹈的足足飞出了一百多兆 这才重重的砸到地上 翻滚了二三十个跟头 才灰头土脸的停住 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 嘴角流血 魏公子则是边打边躲 最后干脆一个千金坠加上爆裂的反吹 整个人进入了楚阳刚刚开闭出的那个大坑 轰的一声 激起了尘土数十丈高 几缕水花溅上空中 等到魏公子从坑中出来的时候 这下面竟然已经痴痴的出现了一坨水洼 竟然将这个坑洞活生生的打出了水来 这可是山地呀 一出坑洞 魏公子就急速向着楚阳那边飞去 刚才可是两成功力 自己在那样狂暴的攻击之下 又不能有丝毫留守 可千万别将这个小子给打死了 赶到的时候 正见到楚阳在地上四仰八叉的抽搐的 魏公子吃了一惊 果然下手太重了 看这家伙面如金纸的样子 恐怕五脏都被我振完蛋了吧 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正在叹气呢 却见到楚阳抽搐了一会儿之后 竟然用手支撑着自己坐了起来 你别乱动 伤得很重呢 啊 魏公子瞪大眼睛 看着这家伙就这么坐着 居然立即就开始运功疗伤 过了不大一会儿 金纸一样的脸色就变成了一片惨白 惨白虽然难看 总算不是死人脸了 可为什么会这么快啊 正在奇怪 只见楚阳的脸上居然又已经变成了灰白色 紧接着一丝红韵的血色就出现了 这 这这这什么速度这样 魏公子晕了 这种伤势 就算自己也得好几天的敬仰 然后慢慢恢复 最少也要半个月吧 可这家伙 居然这么眼看着就好起来了 楚阳闭目疗伤 剑灵则忙得不可开交 剑尖也忙得不可开交 丹田中刚刚吞噬的紫金心的力量 刚刚冒出丹田就被剑灵压了回去 完全用楚阳经脉之中那些积攒的药力 化作精纯之极的真元 融进经脉 楚阳的伤着实不清 但是在这样海量的灵药之力下 恢复的也是极快 而且刚才他接连发出了四招九节剑法 面对的又是魏公子这般不可战胜的强敌 巨大压力之下 对剑法的理解也是越来越通透 无形中 一些原本存在的弊仗 都在渐渐的淡化 最起码 就是现在 楚阳感觉到自己的功力就在突飞猛进之中 魏公子的压力 磅礴如山 绝不是一般的高手所能相比 他虽然只用了两成力 但是那种精神威压和高手气场 却是掩饰不住的 楚阳就在这种压力之下 不断的利用这种旁人压力 将自己体内的元气不断压缩 不断爆发 不断进步 不断的进行突破 感悟 这对楚阳来说 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过了半晌 正在闭目调息的魏公子 突然感觉到自己面前有意 睁眼一看 只见楚阳已经站了起来 长身玉立 一道身躯 在夕阳之下挺拔如箭 凌风而立 手中一柄长剑 光芒闪烁 从魏公子坐着的视角看过去 楚阳就似乎是头顶青天 脚踩夕阳 一眉飘飘 发丝飞扬 魏公子突然感觉到 现在的楚阳跟刚才的他 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楚阳应该在某个领域又取得了突破 魏公子眼中闪着复杂的光彩 看着楚阳 他自己就是盖世难见的天才 对天下人吹捧的所谓天才向来不屑一顾 但是今天他知道了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是存在天才的 而且这个天才目前正在青云直上一般的疯狂提升 而这个过程却是自己一手促成的 若是将来在这九重天大陆出现一个崭新的传奇的话 那么这个传奇也有我魏公子的促生在内 因为我见证了这个天才的成长 来战 楚阳常见一隐 剑尖带着一红青泉一般的亮晶晶的光芒 指向魏公子 我倒要看看 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突破多少 魏公子冷哼一声 身子飘起 缩地成寸 往后退去 却又在往后退的同时 向前急冲 楚阳只感觉到 眼前的整个空间似乎一阵扭曲 魏公子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 不由得心中一脸 大吼一声 处境天下又何妨 这一次 两人间的战斗又持续了更长的一段时间 九节剑法的前四招 楚阳翻来覆去的用出了六遍 每一遍都有不同的礼物 都有不同的心得 站到酣畅之处 楚阳大笑一声 喝道 留心了 放马过来 魏公子精神振奋 大吼一声 宣赫千古 以剑锋 楚阳长银一声 常见的剑尖 似乎突然间消失不见 但是剑锋 却似乎是当空烈阳 发出了璀璨之极的烈芒 前四招 乃是九节剑剑尖的剑招 但是这一招 却是属于剑锋的剑招 九节剑 九冲天剑法 第五招 第253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顺略重